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涉嫌虐待儿童被指具有邪校组织成分的GISV集团丑闻持续发酵 全国总警长拉扎鲁丁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在前天展开的第四阶段突击行动当中 逮捕了156名的嫌犯 并且救出187名的受困儿童 警队一哥也呼吁所有无处可逃 居无定所的GISV集团成员尽快向警方自首 以便政府能够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包括福利和心理支持 那另外拉扎鲁丁也表示 警方也不排除将会援引2012年国安法SOSMA来对嫌犯展开调查 同时也已经开启了32份的调查报告 当中涉及多项法令 包括儿童法令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反贩卖人口法令等等 拉扎鲁丁表示 警方援引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 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来冻结了GISV公司旗下的资产以及地产 以防止他们今后会卷土重来 警方目前除了冻结GISV一共88万令吉的银行户口资产 也扣压了22辆总值187万的轿车 以及冻结了他们14块的土地 与此同时根据警方的统计 GISV集团旗下至少有一万名的成员在全世界各地活跃 因此一旦调查进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警方可能会进一步延伸 调查GISV公司在国外的犯罪活动 警方在救出多名惨遭GISV集团虐待的受困儿童 全国总警长拉扎鲁丁今天召开记者会证实 他们在霹雳一家慈善机构 拯救了4名年龄介于6到11岁的兄弟姐妹 还有早前因为被人用脚踩在地上受罚 而在网上掀起热议的小男孩 目前所有获救孩童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体检 初步检查显示 孩童身上都留有被虐待和创伤的痕迹 甚至有发育不犬的问题 拉扎鲁丁还透露许多在GISV慈善机构长大的孩童 从小就被灌输他们是孤儿 没有爸爸妈妈 但实际上他们的父母就是GISV集团当中的成员 他们让小孩装作孤儿 让父母避免承认亲生儿女 就是为了集团能够以孤儿的名义 骗取民众的捐款 警方调查也发现一些极端例子 有GISV成员娶了四个老婆 生了34个孩子 但他们只是把两个孩子待在身边 另外的32个小孩连名字都不记得 更不用说是知道孩子身在何处 为了帮助 GISB儿童之家这些被救出的儿童 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教育部长法利纳指出 教育部将会从10月1号开始 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正规教育 确保他们能够重新融入 国家的教育体制里头 他透露第一阶段的孩童人数 一共有300人 而教育部也将会依据1996年教育法令 来调查涉嫌 遭到GISB公司性剥削儿童和少年的父母 因为这些孩子被剥夺上学 还有强制教育的权利